疫情期间每一个细节的关照都带着暖人的温度 在额酸检测点 方舱医院 隔离点 大白们的身影就是最温暖的符号了 而一天下来他们又都经历了什么呢 最近在安徽的马鞍山 95号志愿者叶汉心分享了一个数字震撼到我们了 在高速口一两米长的站台上 他每天行走的步数竟然超过了一万三千步 你叫他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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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他吗 昨天晚上11点到现在 我在马鞍山踩着机车废口 进行河山检测区院服务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现在我的步数超过了一万三千步 没想到就这么短的距离竟然能走出这么多步 因为我指的是23点到7点的夜半 因为晚上大车比较多 排队也比较长 为了让后面排队的车能及时的跟上来 我们就要经常的来回查验和引导车辆 早上轮班结束的时候 腿是特别的酸 我打开手机看看微信 没想到已经走了一万多步了 还是有点疲惫的 但是能再看一前线 进一份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很值得 也很有意义 两米左右的距离 每天来回走出一万三千米 志愿者小叶的经历 也是防疫一线大白们的一个缩影 感谢你们的付出 第五关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